《天氣報告》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岡偉 本來今天繼續受到東北過有風的影響 雖然風勢比起前幾日是小一點 不過仍然為我們帶來一些多雲 和有幾陣雨的天氣 首先和大家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看到廣闊雲大繼續覆蓋著華南地區 所以本來今天的天色 預計仍然會由多人為主 另外今早早亦有幾陣雨 由午夜至早六時為止 見到在港島和西貢 都度到超過十毫米的雨量 各位今早上班上學 都記得要戴上庵傘 至於今天的最低氣溫 到早上六時為止 見到也挺平均的 普遍都是十七十八度左右 至於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今日會是多雲 初時有幾陣雨 和能見到較低 下午會是部分時間天色明朗 最高氣溫上升至二十二度左右 吹和緩的冬至東北風 至於未來幾天的天氣 我們一起看看風場的預測 預計現在影響東北貴風 會進一步換和 而且會在這兩天 慢慢被一股海洋氣流取代 這股海洋氣流 會將本來在南面屬於一些較暖較濕的氣團 慢慢地帶到沿岸地區 所以預計日本港的氣溫會逐步回升 到下星期初就會變得 溫暖潮濕和幽霧 至於天色方面 隨著季風開始的滑膜 預計到周末期間 我們都會見到多些陽光 所以在展望方面 預計星期六時 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到下星期初的時候 天氣就會變得溫暖潮濕 還有會有些霧 各位就要留意了 今早的天氣報告到此為止 再見